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室对面那一排的窑洞就是学校的办公室 食堂和宿舍 支教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 给略显冷清的校园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下课后 同学们亲热地拉上老师一起做游戏 蔡老师却一头钻进了窑洞里的食堂 蔡老师 你好 伊诺 做饭呢 所以我们每次都会给小朋友做饭吗 只要我有空下来的话 我就会给孩子做饭 蔡老师告诉我们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去了县城读书 只有少部分因为家庭贫困等原因留了下来 村里学生少了 校师也相对缺乏 因此 南关小学的老师都会定期来这里支教 给孩子们送来更多的知识和温暖 早不容易过来了 我就想给孩子们做点饭吃吧 今天做什么 做面条 面条 手感面 这是我们陕北的家常便饭 每天下午都会吃的 家家户户户 像今天也冷 想给孩子们做点面条 热乎点 那你先坐着 我先去坐水眼了 好的 欢迎来到科学现代记 我是一诺 那你们想一下 如果把纸放到火上会怎么样 点燃 瞬间点燃 然后呢 变成灰烬 它就变成灰烬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酒精灯 按照你们刚才的想法 把纸烤进火源会瞬间点燃对不对 好 烤进火秒 的确 一秒钟都不到就点燃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要来了 我们要保护纸张 有什么办法 当纸靠近火源的时候 能够不被点燃呢 把纸弄湿 然后再放到火上 进湿以后你觉得就点不燃了对不对 好 试试 用水把纸打湿 按照我们的想法 现在用纸去接触火源 不会被点燃对不对 对 好 慢慢的靠近火源 放上仔细观察 我们看到冒出了大量的水气 水被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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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被碳化了 所以很快就会被烧着了对不对 对 好 继续观察 点燃了 哎呀 着了 点燃了 所以水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保护了纸 但是当水被蒸干以后 火还是可以燃烧纸对不对 刚刚我们通过加水的方法 的确成功的保护了纸 还有什么方法 把钢板和纸放在一起 钢板垫在底下 把火和纸隔绝开来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是 这个方法很好啊 好 把纸放上去 然后你再怎么点也很难燃烧了吧 嗯 哎好 现在开始冒烟了 仔细观察纸的变化啊 纸很黄啊 五 慢慢变黄啊 在咱们曾经的观察中 只要冒烟变黄离燃烧就不远了 好 我们现在过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已经发黄了 但是依然没有燃烧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保护也是成功的吧 嗯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铁丝也可以保护纸 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 不相信 好 我准备了一些铁丝 现在我们把铁丝放在火线场 然后用纸接触一下 3 2 1 接触 不行 瞬间被点燃了对不对 对 好 如果说铁丝能够保护纸的话 你们觉得应该用什么办法来保护 把多根铁丝放在纸的底下 我就会直接找铁丝 就不会烧到纸 你觉得要把铁丝摆成一个铁板 对不对 是 好 我们继续尝试啊 接下来我要用多根铁丝 好 我现在在这儿放置了五横五束 一共10条铁丝对不对 对 这形成了一个铁丝网 并没有成为一块铁板吧 没有 好 来 我们蹲下来看 现在火焰是大概比铁丝网高两厘米吧 好 我们移进去 3 2 1 走 真的吗 真的吗 哦 哦 哎 传过去了吗 没有 没有 继续尝试 现在我们看到火焰依然没有传过铁丝网 把纸靠近火焰 3 2 1 3 2 1 点燃了吗 没有 再烤一会儿 现在过去了15秒左右 好 慢慢变黄了冒烟 哎 好 点燃了 哎 最终还是点燃了 但是时间比较长对不对 对 现在把这个铁丝网加得更密一些 好 我现在加到七横七纵 观察一下火焰有没有穿过 没有 好 还是没有穿过 尝试一下 就放上了 好 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分钟 只是有一点点烤焦吧 嗯 你看火焰在下面四处乱窜 但是就是上不了铁丝网对不对 对 你们看现在是14根铁丝 编织了一个稍微密一些的铁丝网 感觉比水的保护力度还大了 对 哎 为什么一个镂空的铁丝网就可以保护纸 让它不受火焰的燃烧呢 任何物质想要燃烧 温度必须要达到燃点 铁丝是一种导热性极强的金属 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火苗提供的热量分散开 同时也不断从火苗中吸热 当火苗的温度达不到燃点的时候 自然就不能燃烧了 因此铁丝网上方的火焰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的原理 纸张在铁丝网的散热作用下 达不到燃点也不能被点燃 由于铁丝网会将火焰集中的高温分散开来 所以铺上纸后就可以完成更不可思议的任务 亮点这个原理以后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我的厨女绝活好不好 好 纸锅煎鸡蛋 首先我用纸窝成了一个锅对不对 对 好 下面是什么 锅窝盖子网 接下来我倒上给油 我先热一下锅啊 好 来 搓打个蛋 OK 放在哪里 鱼不松过吗 一会儿就热 彻底的 什么时候可以吃了 我都饿了 一会儿吧 我也想吃了 鸡蛋已经切起来了 哇 好香啊 它好像太熟了呀 我想吃了 这个已经翻一下了 哇 这边好香啊 好 熟了 筷子能拿出来吧 来 没人夹一点 不不不抢 不抢 来 吃好 哇 好吃啊 哇 好吃啊 最近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引发网友热议 电影中 因为人类宜居地下 居民们开始使用蚯蚓干 你看还有这样的成年蚯蚓干 那么现实中的蚯蚓 这蚯蚓干真的可以使用吗 有人卖吗 我们来看 求证记者的调查 随着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影片中呢 出现了一种叫蚯蚓干的食物 如玉啊 就随机的搜索了一下 发现有很多在卖这样的蚯蚓干 我们接下来就购买一份来试一下 如玉面前的呢 就是我们网购过来的蚯蚓干了 那这样看起来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吓人的 而且硬硬的 接下来我就试一下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 感觉硬硬的 像透明的那种薄薄的纸嚼出来的感觉 而且有一点中药的那种苦涩味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不会选择这样的蚯蚓干来进行使用 蚯蚓干是如何制作的 蚯蚓又是如何养殖的呢 求证记者来到了位于山东宇城的国家蚯蚓养殖 与生加工标准化研究基地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春天 但是我们的天气依然很寒冷 而蚯蚓呢又比较喜欢温暖的生活环境 所以呢我们来到了一片大棚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 养殖基地的大棚里采用的是 蚯蚓加西红柿立体重氧模式 西红柿和蚯蚓养殖床应列而生 西红柿长大后为蚯蚓遮阴 而蚯蚓排泄的蚯蚓粪 则作为西红柿生长的肥料 那么蚯蚓的生长周期如何呢 法月平博士 国家蚯养殖与生加工标准化研究基地负责人 它的整个生殖周期平均是75天 到120天 这个卵大概多长时间呢 20到25天左右吧 就可以孵化出来 在气纹适宜的情况下 蚯蚓可以完成交配产卵 求证记者刚好遇到了小蚯蚓 从卵中出生的过程 这一个颜色比较深的这个 就是已经接近孵化了 然后你看这里 啊这里正好有一个 就已经出来一点点的小蚯蚓了 这个是正在孵化 一条蚯蚓一生大约可产卵碱 400到500个 可以适应大规模的养殖 习近喜时喜岸 目前已知蚯蚓有2500多种 达尔文在1881年就曾指出 蚯蚓是世界进化史中最重要的动物类群 蚯蚓是土壤的天然耕作者 它的活动可以促进土壤团具体的形成 是土壤具有照好的土壤通气透水性 它可以大大的这个疏松土壤 那么这样因为它有这些洞穴雨水下来以后 土壤的保水能力会增加 那么缺隐的体内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微生物的反应床 所以实际上是它的带着微生物在土里跑的 那么它通过啃食和排便 把微生物均匀地散播到土壤里 那么同时一些有异微生物 像一些放线菌啊 牙包杆菌啊 在蚯蚓体内它会有一个非常快的繁殖和增殖 那么就不停地给土壤补充微生物 而这些微生物又可以帮助植物根系 来吸收大量的营养 把我们的食物变得更加好吃 所以对于野外环境中的蚯蚓 大家不要轻易地捕捉伤害哦 蚯蚓食服的特性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 养殖液的触情粪便处理中 将曾经难以处理的牛粪猪粪用来养殖蚯 而蚯蚓粪便是天然的有机肥料 它一天的食量是非常大的 有的说蚯蚓一天可以吃相当于 它体重同样重量的食量 那么有的说甚至是两到三倍 这个都跟品种和它所处的环境也有关系 蚯蚓全身蛋白质含量高达70% 还有磷钙铁甲铜和各种维生素 而在流浪地球影片中 壁面已经冰冻 人类生活在地下城 无法养殖大体型动物的大背景下 昆虫蛋白质确实是人类 获取成本最低的蛋白质来源 但是用牛粪喂养的蚯蚓 如果不是在流浪地球那种物质资源 极度紧张的时代 使用起来确实很容易有心理障碍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条 全自动立体化蚯蚓养殖的一条生残线 它可以自动净料自动出料 然后呢自动喷零恒温恒湿 所以一年四季这里面都可以养蚯蚓 那我们说的这个加的这个料是什么东西呢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蚯蚓 那么这个像你一样的这个养殖料呢 就不是你今天在大盆里看到的那个牛粪了 我们用大豆再加工蛋白粉啊 加工这些最后剩下的这个渣 我想我闻一下它的味道 你闻一下 没有味道 对完全没有味道 因为这个不是化工的 它们的这个蛋白料都是出口到国外去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泥我们检测下来没有任何的这种化学的成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可食用的蚯蚓干是怎么制作的 原来我们接触的蚯蚓干呢是用来做中药的 所以基本上是蚯蚓清洗过以后呢把它晾晒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呢既然是人吃的咱们就认真一点 首先呢这些蚯蚓都已经清洗干净了 把它放到这个开水里抄一下 一个呢起到消毒的一个作用 再一个呢也缩掉一部分水 嗯 消毒杀菌了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里面其实是有蚯蚓粪的 那么需要把这个粪啊把它排出来 从头往后这么一捋 捋了以后就会 那你看一下挤会挤出一些来 经过烘干蚯蚓就制作完成了 那么味道如何呢 鲜鲜的 有一点点色 对 带一点点苦涩味 其实蚯蚓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油炸 这种蚯蚓需要提前吐泥 试一下 嗯 很香啊这个 这个吃起来就感觉是美味 还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对 吃起来有点像干草回干的感觉 求真记者说蚯蚓肝有中药味 其实早在1596年 李时珍在《本草肝目》中就有记载 称蚯蚓具有清热 西风 停船 风落 利尿等作用 而作为药物 蚯蚓在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 日趋得到广泛的应用 有研究报道 蚯蚓能够合成一组蛋白微分子 可以用来治疗某些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 肾病 肝硬化等疾病的干预和治疗 处理医疗领域 在环境科学 独理学 食品科学 农业科技等领域 蚯蚓也有广泛的应用 新闻大求真也将持续关注 最近中小学都已经开学了 同学们 寒假作业都顺利上交了吗 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最近很多新闻都是关于作业的 比如说有位黄小快同学 被称为史上最惨的小学生 怎么回事呢 前段时间 一位家长发了一条朋友圈 配图就是儿子黄小快嚎啕大哭的照片 原来黄小快小朋友 在姥姥家的热炕上写了两个小时的作业 却发现作业自己神秘消失 急得他在炕上直哭 据说他用了一款叫热可擦的笔 这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 还有位号称是化学老师的网友说 放到冰箱里去就能恢复了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写的作业会消失呢 它真的能恢复吗 这种笔 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没用过 所以我们来到了长沙市开服区的马来山小学 在这儿做一个文具小调查 朋友好 好 好多年不当学生了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是用什么样的文具 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 你有什么 发抄笔 发抄笔是什么 就是你打开写字写得很快 你给我展示一下怎么样写得很快 我就可以写两个字 哦 明白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说兔米就要把笔全粘上 然后一起写 但字只能写很小 然后老师一看 嗯 冲超 你这不就是一个笔筒吗 这个是 这感觉像是诺亚方舟似的 这还有个计算器 那你数学考试不就成为第一了吗 三个是不能用的 然后 嗯 平常你都一个人要靠自己 哎 对很好 靠自己不靠这些文具啊 小朋友们得意地向伊诺 展示着自己的高科技宝卫 还没说可擦笔 因为这似乎是些很寻常的文具 你们现在文具都很丰富啊 我有的听都没听说过 那你们有没有用过热可擦笔啊 用呀 都有啊 给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热可擦笔对吧 这个就是热可擦笔对吧 对 一边是笔头 这边是可以擦的吗 有这么神奇吗 我来写一下 擦不掉啊 哦 得用力擦 这好神奇啊 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热可擦笔啊 因为热可擦笔写错了的话 可以用这一头把它擦掉 我很喜欢这个小神很漂亮粉红色的 那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用热可擦笔写的作业 突然自己消失的情况 有 有 有 你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次我写作文 然后放在烤火炉附近 有的时候 这就不接了 哦 好 你呢 这个情况是上体育课 解散了 我就在那里写作业 回去集合 在解散的时候 我再去看就消失了 就是 一年下期我写完对的时候 我把它翻身面 又没擦什么 它就过了 半个小时就不见了 通常情况下 同学们 都是用橡皮擦擦它才会消失 但有部分小朋友 经历过自己没擦 自己就突然消失的情况 就让记者发现一个细节 这些神秘消失 似乎都跟温度有关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实验 看一下 在不擦的情况下 任何擦笔的字细 能不能消失点 好吧 好 平常写作业写错的时候 都要任何擦笔的那块橡皮 用力的去摩擦 所以它就会消失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准备了一杯热水 当热水接触字迹的时候 你们觉得能够消失吗 3 2 1 接触 自己看 小伏妹妹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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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热水接触可擦笔自己的几秒钟 自己竟然真的消失了 难道核心原因真的是高温吗 那新闻案例中的情况 可能是因为 看出的温度达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消失 究竟这其中包含着什么科学原理 消失的文字还能恢复吗 我们继续实验 求人记者在市场上买了三款可擦中性笔 以及普通的中性笔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普通中性笔和可擦中性笔 很明显可擦中性笔多了橡皮 写一下试试 通过字迹对比很明显可以看到 普通中性笔字迹比较黑 而一号和二号可擦中性笔 它们的字迹比较灰 会不会所有的笔字迹预热以后都会消失呢 我们来做个模拟实验 我们用酒精灯来模拟热源 把字迹接触火焰 先来试普通中性笔 3 2 1 接触 没有什么反应 这是可擦厨的 可擦厨的在接触火焰的一瞬间就消失了 看来预热的确会让可擦中性笔 这种性笔的字迹消失 既然高温会让字迹消失 那么低温有可能会让字迹再现吗 我们尝试用冰柜恢复一下 现在冰柜里的温度是零下15摄氏度左右 把这张消失的字迹放给冰柜 大概只过了5秒钟左右 3号字迹就开始显现了 紧接着2号和1号也都显现成功 不到15秒 三组笔记全都恢复了 看来可擦中性笔 因为高温消失的笔记 的确可以由低温来恢复 这是为什么呢 连接全球战略库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丁凯 热可擦的笔 含有一种对温度敏感的高科技墨水 当温度达到60度以上的时候 其中含有的一种化学物质 就会与颜料颗粒形成无色的新物质 颜料就会褪色变得透明 当温度低于零下15度的时候 放置几分钟 这个过程就会发生可粒 把可擦墨水放到显微镜下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圆圆的小颗粒 它包含了染料 显色剂 以及能够进行温度控制的媒介 它们就是墨水随着温度升高变得透明 又随着温度降低变得显色的高科技成分 中国文体用品行业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姚洪俊 这个擦的擦拭的方法 它是一个化学的过程 而普通的铅笔的擦拭的过程 它是一个物理过程 普通的铅笔在擦拭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自己的石墨颗粒 和橡皮擦的材质结合在一起 通过剥离的方式擦除掉 而这个擦的字迹呢 是通过这个擦装用的橡皮 在纸张上面进行摩擦 产生质量 所以它没有确切 这些字迹它其实真然是存在的 只是它变成无视的 所以表面上看好像消失了一样 我们还做了个实验 先胡乱画了些圈擦掉 再写上一个字擦掉 同时放入冰箱 再拿出来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修改的痕迹叠加在一起 不建议呢 在考试 或者是中右的文件书写 或者是一些 需要长期保存的一些 书写的过程里面使用这个擦 在使用的过程里面呢 尽量避免非正常的日圆的靠近 生活中还有哪些物件 是利用了温度控制显色的原理呢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遇到这样的热敏墨水非常多 它都是利用了某些化学物质 在热的作用下 对光的吸收不同所导致的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是 在超市中使用的热敏打印机当中的热敏尺 它与热可插墨水的温控原理正好相反 它在室温下是处于无色的 但遇到热之后 其中的化学物质就会变为颜料 产生一种的颜色 这样就出现了自己 生活小妙招解决大难题 接下来新闻大求真 就要跟您分享几个生活中的小妙招 今天挺巧 我出去走走去 换点衣服 哎呀 这怎么破了 那一天红一下 哎呀真烦人 怎么穿不进去呀 请给我这个招吧 教我快速的穿针引线 老奶奶您可别着急 今天这就教您一个穿针引线的好方法 哎我们家中啊 经常会背上一瓶发胶 可是您不知道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穿针引线吧 我们今天呢就来试试这个小妙招 我来试试这根黑线 哎呀这个线啊都已经分叉了 而且特别毛躁 想要从这个又细又小的针孔里边穿过去 实在是太难了 我再试一试 哎算了 这也太费劲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试发胶吧 我们把发胶啊 噴在这个线头上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试试这根线 有了发胶之后啊 这根线呢就变得不毛躁了 也不分叉了 变成了整齐的一根 就像是发胶喷在我们头发上一样定型了 好看到了吗 很轻松我就穿过来了 是不是简单了很多呢 哇我成功了 噴上发胶后的线头 立马轻松的穿进了针孔里 接下来我们再把其他线 也用喷发胶的方法来穿线 看看能花多少时间呢 哇我穿好了 终于大功告成了 噴了这个发胶之后啊 感觉简直是如有神助啊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就把这六根真的全部都穿好了 那电视机前的您记住了吗 希望这样的小妙招能够帮到您 那么发胶除了能帮助快速的穿针引线 还有其他的妙用 生活中爱美的女孩子应该都有同样的经历 每每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涂好的指甲油 结果稍不注意就很有可能被刮花 啊全都花了 因为指甲油涂抹完后实在很难彻底变干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发胶的速干法吧 好均匀地涂上去 好我们在这种正常的状态下 让它自然风干 我们等待一个十分钟 看看情况会怎样 现在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看看这个指甲油干的怎么样了 拿个纸压一下看一看 完全没有干呢 这个纸上随便一压 就会有这个红色的指甲油掉下来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实验 我再一次啊在我的指甲上都涂上指甲油 然后呢喷上发胶 看看情况又会怎么样 开始涂指甲油了 现在呢我在我的每个指甲上都均匀地喷上了发胶 开始它的晾干的过程了 好的 同样呢是十分钟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喷了发胶之后的效果怎样 拿洋纸来蹭一蹭 这个纸上果然是没有带一点指甲油哦 我再用手来磨一磨看 哎呀还真的是干了哎 好像这个指甲上啊 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似的 把这个指甲油呢扣在了里边 新闻大求真官方合作伙伴 香檀铺子枸杞冰朗 枸杞冰朗更好一点 新闻大求真 待会儿见 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 都可以在微博上 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求真记者来帮您找到答案 再见